所以一路以來 國舊老師是一個怎樣的老師 你覺得 我用四個字來形容 他叫 義莊義寫 就是他在跟你談專業的時候 他非常的嚴格 就大家都以為他是喜劇態的 其實不是 他在面對創作 他有時候像魔鬼一樣 他很嚴格的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在繳交導演 理念的企劃書給他的時候 他來 他看完 他不是先看你的內容 先幫你挑錯字 然後你這該斷句了吧 再分一段 就是你標點符號用錯了 然後這裡有錯字 他很嚴格的就告訴你 這不是一個正確的做事的態度 你一個報告寫完 你自己不先看一遍嗎 怎麼可以有錯字 你怎麼有錯字呢 就好像你未來你要 你一出去要上台 你導演都不先把關了嗎 你自己不把關 怎麼會把作品呈現在觀眾眼前 他這麼嚴格的一個老師 他在看你的作品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開始在教你 對 一個態度 他談的是態度 學習的態度 然後工作的態度 把這件事情當成你的專業 你未來把這東西當成你的職業 那你要為你的專業 要付出多少的責任 跟多少的心意在上面 那同時他也是一個 很愛開玩笑的人 可以舉一兩個例子嗎 國球老師的笑話 國球老師不好意思 今天好懷念你 對 那像老師他一般習慣 他身上會有很多的口袋 除了衣服上一定要兩個口袋 他沒有沒口袋的衣服 也沒有沒口袋的褲子 他褲子也要穿著工作褲 兩個口袋 那他隨身會放幾樣東西 第一 綠油巾 提神行腦用 他把自己自學明朝文人的鼻煙火 再來他有三色筆 因為導演不同顏色 要寄筆記 改台詞 就不同顏色的筆 然後再來是他的一個印章 這印章是他爸爸在他成年的那一天 送給他一個生日禮物 就叫隨身攜帶印章 很奇怪 隨身攜帶印章 然後第四個 詩詩提醒自己 我是一個大人 他是一個大人 一個責任 一個身分 還有他對父親的一個懷念 那第四個是他的 他不帶皮包的 他不帶皮包的 這麼多東西 他不把它裝好 健保卡 信用卡 然後一些架到什麼 他就用一條橡皮筋捆著有沒有 就放進去 所以他的口袋就是健保卡 這卡片類的 然後綠油巾在這 筆在這 然後那個印章在這 你還真不能說他沒規劃 他是亂中有序的 他有一次去參加 那個姚依偉老師的一個告別式的時候 然後他也在現場 那現場非常樹木 是因為藝文界的一個大前輩 是 是 離開了 然後那時候思議說 一鞠躬 還一鞠躬 東西全掉出來 然後大家就 你為什麼要在幹嘛 又在搞笑 他趕快手忙腳亂把東西撿起來 再鞠躬 就鞠躬了 又全部掉到地上去了 很豐沒有 家豐你們沒有勸過他嗎 就是老師你別這樣 我幫你準備一個書包 我幫你準備一個包包 裝起來這樣 我跟他都一樣是摩羯座的 我們不希望人家 幫我們規劃這件事情 他其實心裡面自有組織 是 他是一個很妙的小老頭 剛才你說他是個小老頭 所以其實跟老師一起工作 有壓力 可是也 他也招兩位很多 就是他在經營上面 因為他是一個 他除了是團長 創辦人 藝術總監 我們講台灣話說 好長兼講情 是 這個團隊從沒有到27年那個規模 這中間他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 當然他也從這過程當中摸索了很多的遊戲規則 他把這些遊戲規則建立一個know how 然後留下白紙黑紙 然後後面操作的人能夠有一個範例可以依學 他在這過程當中其實教了很多 好比說我們在談任何一個事情的時候都要先談失敗 他永遠會從失敗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的發展 當你跟他提任何一個事 他一定從失敗的那一頭開始聊起 萬一這個事情不成怎麼辦 萬一這件事情有什麼樣負面的狀況發生怎麼辦 他永遠從負面的角度開始思考 所以他會先讓你做很多的預防 好像他在先打我們預防聲一樣 所以我們在前置的規劃的時候有很多事情 你知道對 待會你要面對他了 那我先想五個方案 三個方案好 那志凱比較賤 志凱常跟他聊事情的時候永遠把那個最好那個放在第三個 最好不講 因為你講出來一定會被老師否定 對 所以你有技巧了 我有技巧 比如說你會先把兩個不好好放前面 也不能拿到很爛的 就是A跟B先講 因為我知道最好是C 我C先不講 然後等下老師我覺得這個有問題 這個不太好 這其實我還有A的變種 A你覺得不好 其實A我想過了 我有個方式把A改變一下 再融合老師的意見 因為當場聽當場即興嘛 然後變成C的 對 最好的我都不嫌講 因為我知道他一定否定 我覺得真的好險有一個老師當時是如此的嚴格 對 而且跟在他身邊 十一年他從來沒有稱讚過我一句好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因為他沒有曾經說志凱這個不錯 沒有 我從來沒有 我永遠知道之後哪裡不好 你為什麼要跟著他這麼久呢 因為他是這樣 因為他國序老師說他的父親 他父親是做傳統手工金句的細寫的 他說他爸爸從來沒有稱讚過他 因為他爸爸認為說你做好是你應該的 就不需要再講了 所以他用他的這樣的同樣的理念來對待他身旁的人 就是你做好是你應該的 所以他對你越嚴格代表越愛你 所以後來老師每次在念我的時候 我就想他要是要愛我 所以兩位可以跟老師工作這麼久 真的是真愛了我覺得 他這麼嚴格 這是家 當時候大家待在屏風 他是一個家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對 大家長在訓話 或者是他有任何的要求 他不給你任何的鼓勵 可是他的愛是滿的 你跟他的工作的過程 你會發現到這些事情 當你做的任何的事情 後面當然他會扛著 可是你所呈現出來的成績也好 或者是你完成的這些事情 在整個家庭裡面 他有一定的被認同度 但是那個認同度不來自於他的嘴巴 我們幾乎很少得到他的 就嘴巴一句的稱讚很少 幾乎 不太有 可是你可以知道 對 他某些時候他有某些情緒是喜悅的 你就知道 對 我們做得很好 我剛剛都在稱讚他 其實你們剛剛爆了一個小料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胡秀老師不會坐摩托車 對 對 那是 多年前黃志凱跟胡秀老師去了澎湖 對 幹了幾件瘋狂的事 那時候老師一直想去澎湖玩 那我說好 那我就跟老師一起去 我們住同一間房間 然後旅行行動都一起 那在本島我們就租租車 但到離島他沒有汽車了 他只得租摩托車 那老師他不會騎我就載著他 然後那時候澎湖我們南島有四個離島 七美望安 桐井 虎盤 桐盤 湖井 然後到了其中一個島 然後租摩托車 老師我坐在我後座 風光明媚 很漂亮 很美 他買一台新的收你的相機 非常興奮喔 老人家 其實好興奮 要把眉影拍下來 碧海藍天這樣 那時候我一發動他就 他整個快掉下車 然後接下來他在我後座變成是這樣 只他腳沒放下來 他整個抱著我緊緊的 然後起 然後再到下一座島的時候 老師要不要再租一台車 你去 我在漁港看一看買一些漁貨就好了 你去 自己去 自己去 不敢再做了 不敢再做了 很好啊 很可愛 活在這個22K的世代 我覺得我們這一輩的年輕人 都失去了做夢的勇氣了 我們希望用按讚 希望留言 來發表我們自己的心聲 你對於社會的不滿 對於生活的抱怨 但這世界改變了嗎 你的生活改變了嗎 覺得痛恨 你也可以為啷 在師 dy